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狠了 别动 蛮清凉的 很舒服 戏里的小公主是舒服了 可是机外有人不开心了 更超昨晚在微博上发了自己手机碎屏的照片 说是因为追媳妇星剧太激动不小心 眼睛的网友们发现了 照片里的画面正好是这段上药情节 纷纷评论 超哥乃真的是不小心吗 在这里 所长忍不住要温馨提醒东亚促王超哥 这才是第一集 往后的剧情还有的你摔手机呢 近日欧阳娜娜亲自盖章出演新版金粉世家的消息 即使冒着暴露年龄的风险 所长也要说 金粉世家可是所长小时候看过的 印象最深的民国偶像剧了 坤哥 董洁 刘一飞 用他们的颜值巅峰撑起了这部剧 而这一次翻拍 传闻由欧阳娜娜 胡冰青和侯明浩 这几个90后小发声单纲主演 欧阳娜娜也在采访中大方回应了网友 对于她演技的质疑 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还是必经的一个过程吧 那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慢慢过来你就会心里会看淡这些事情 那一开始肯定还是会在乎觉得说难过呀 或是觉得 会觉得说就是努力这么久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其实这种东西也挺现实的 这个拉琴一样 情意这种东西演技这种东西 就是要慢慢去进步的 没有可能说你一学就会 或是你一定能碰到一个好剧本或好角色 所以我还 现在还看着挺开的 看到这么认真努力的娜娜 所长真是非常期待新一代的金粉丝家 又会有怎样新的颜值巅峰时刻呢 美国网站TCCandler 每年都会评选全球最美面孔100人 每当这个时候 各家粉丝都会翘首以盼结果出炉 而今年全球最美面孔100人 宋茜 迪丽热霸和居静一入围 看来美国人民对乌力欠妞胖迪和小居也是爱意满满呢 所长还发现去年入围的刘依菲和Angela Baby 却不在名单内 不过任何评选也只是大家的审美标准不同 在粉丝心中自然还是自家爱豆最美了 不知道在你们的心中 谁才是全球最美面孔的Top1呢 昨天飞往长沙录制节目的黄子涛一身帅气休闲的打扮 在机场被众多粉丝围观 但是粉丝们万万没想到 涛涛直接在微博喊话 让粉丝们上交手中的帅照 还严格要求了 要全身照 不要logo 所长也是头一次见到 有爱豆直接找粉丝要自己的帅照 还要求去水印的 这位沉迷微博故事的中二嫂年涛 你懂得会不会太多了一点 最近在深圳拍摄新系甜蜜暴击的陆寒 曾倚着栏杆留下一张侧面照 这个有偶像足迹的角落 瞬间成为迷媚的打卡新地标 没想到有一个迷媚在那里拍摄同款照片时 真的遇到了爱豆本人 她激动的在微博写下偶遇厉险记 当她的两个朋友在给她拍Cost照的时候 陆寒从对面的电梯过来 走到他们身边 在迷媚身后停下来说了一句 你在学我拍照对吧 这样在玛丽苏偶像剧里才会出现的少女新桥段 居然就这么真实上演了 许多路犯纷纷评论表示 极度使得她们致闭分离 微博顿时哀红遍野 面对这样实力充粉的爱豆 所长那沉寂多年的少男心都忍不住复苏了呢 近日我们来了正在哈尔滨录制 宋倩沈梦辰领衔的红蓝队 开启广场舞时刻 舞姿实在是太有毒 听说倩妞还来了一转精彩的东北味模型改编 不过东北这嘎的天气确实太冷 几位女神都冻成了行走的表情包 所长忍不住想踢行 几位美丽动人的女神还是要注意保暖呢 女神们跳得起广场舞 当然也走得了秀 哪怕是在火车站也能成为她们的梯台 看着她们在火车站拉着行李箱 顶着寒风依旧有行有款的大步走 所长真想败打在她们的高跟鞋下 大喊女王大人带我走吧 ah ah a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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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